我這邊跟大家關心我們說一下 那這個議題總共大概有三個 一個是戶案的問題 一個是我們行道宿的問題 一個是我們的經營管理的問題 大概有這三個不同的層面 所以說我們從戶案的問題來看 到底提防要怎樣可以去處理會比較安全 或者我們要怎樣安全 我們這個提防距離我們馬路 在距離我們現在目前的行道處 在距離我們國家有多遠 到底有什麼安全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討論事情應該怎麼 應該恢復到事實的成面 至於這些如果說當被大水淹了以後 我們到底我們過去的埔里有多少大水 到底我們很多的工程在做的時候 周圍有五十年洪洪期或是兩百年洪洪期 或五百年洪洪期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工程到底要擋五十年 發生一次的這個大水 還是要擋兩百年發生一次的大水 那我們在這個在這個整個運作過程中 到底我們有沒有這樣的疑慮有多少的問題 這個就是提防要去處理的 接下來我們來談的是什麼是行道樹 我們的行道樹當然我們都知道 植物是現在目前提供我們所有的生命 所有一切的一個來源 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汗 放出氧氣製造所有的養分 給我們生命所有來生存 我從愛蘭交流道一直下來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 在我們這個所謂的從南港路到提成大牌 我們現在目前只剩下這一排行道樹 那山林花它是可以開花 但是它是非常細瘦非常小的 需要非常照顧的這個植物 它沒辦法當行道樹 它應該當圓景樹 第二個我們的家中剛剛說了 我們這邊家中樹完工一千多年了 不要說這邊生長是什麼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第三個 如果你有去過墾丁森林遊樂區 你就知道這個洛國舊山胡椒裡面 長了一大堆的家中的大樹 沒有一棵家中樹把它生長的這個山胡椒 把它推翻掉把它弄掉 根據我的觀察我的了解 我們這個家中的樹根 它也不會把我們的戶外把它弄壞掉 何況說具體還有3公尺 尤其我們正常說 我們要移去的地方 最寬只有2.6公尺 最長2.6公尺 最寬1.5公尺 它的深度只有1.5公尺 我絕對相信我們這邊生長的地方 這個範圍寬的都比這個大非常多 更不用說我們這個家中 它本來就不會把它立足的地方把它破壞掉 也就是說我們段老師也大概提到過了 現在目前的戶案的問題 其實跟什麼 跟行道處關係不大 是工程本身 或它戶外本身的問題 這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們再提了第三個 我們再提了第三個 我們第二輪再說 因為我們現場的內容 今天經營管理 那是人要處理 對 他沒有要付錢 要提供大家 提供我們第二輪再說 鄉親再來說 因為要給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會現場